再来关注一下体操 对于即将在伦敦举行的体操世界锦标赛 中国体操队拍出了强大的阵容出战 队员们都显得无比的轻松 在最后一次训练的时候 各位奥运冠军还忙里偷闲的帮助 正在北大上学的师姐范叶 录了几段小片花 一起来看一看 世锦赛前最后一次训练 范叶从北京大学匆匆地赶到了中国体操队 因为再晚一天 这些奥运冠军就将前往伦敦 为了学校运动会 半夜自己携带迪威 并让弟弟妹妹们帮她的学校加油鼓劲 女孩子们说起贺词 驾轻就熟 邹凯的表现就没那么好了 祝北京体育事业越办越精彩 祝北京体育大 祝北京大学体育越来越精彩 好 怎么了就这么一句话老是说不过去 紧张 因为我是北京体育大学 完成了师姐布置的任务后 中国体操队已经于今天上午启程奔赴伦敦 参加13号的伦敦市锦赛 本届世锦赛事单项赛事将会产生12枚个人金牌 中国队派出了陈一斌 邹凯 严明勇 冯哲 张洪涛和王冠衍 以及女队何可欣 杨依林 崔璐 和邓玲玲参赛 中国队本次世锦赛的目标 按照教练的话来说 就是能拿的全拿